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各位好 我是主播亚男 今天来和你分享的是 蔡和森之母 葛建豪 聪明的女人 从不给自己设限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 欢迎拉到文末 给我们点个赞看 过去长达千年的岁月里 民间流行一句话 裹小脚加秀才 白面波波就肉才 裹大脚加瞎子 糟糠波波就辣子 为了密得良绪 寻常人家 或在女儿三四岁的年纪 就为他们缠上厚厚的裹脚布 只要是再宠爱女孩的父母 也不过是在女儿的脚 化浓流血之际 多些安慰而已 很多人谈及裹脚 总认为 这是对女性身体的禁锢 实际上裹脚布裹住的 不仅是脚 更是女人的人生 除了衣服丈夫 她们再也没有其他选择 然而 有一个女人不太一样 她虽是一双小脚 却走出了闭塞的老家 她最惊人的壮举 莫过于五十四岁时 还漂洋过海 到法国留学 这个小小妇人正是葛建豪 她是革命烈士 蔡和森的母亲 她的一生 向我们诠释了 不给自己设限 人生就能足够精彩 葛建豪原名 葛兰英 父母给她起这个名字 原本是希望她 温婉大方 气质如蓝 然而 葛建豪的性子 与温婉两字相去甚远 她不爱红装 爱武装 从小就喜欢男孩子的游戏 爬树 捞鱼 捉虫 打架 无所不惊 葛建豪的奶奶说 葛建豪原本应该是儿子 是撞邪了 才成为女儿 身体变了 性格却来不及跟着变 在奶奶眼里 男孩有男孩的样子 女孩有女孩的样子 两者各有一套行为准则 今天看来 颇具性别刻板印象的观念 当时 却如荆轲玉律般 不可僭越 面对男儿性格的葛建豪 奶奶和妈妈一致认为 要严加管教 倒是父亲有几分开明 他从心底欣赏女儿的活力 每当奶奶和妈妈 责骂葛建豪时 父亲都会挺身而出 将他护在身后 可好景不长 格建豪三岁那年 父亲在有关 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去世了 从此 格建豪失去了 唯一的保护伞 有一次 格建豪和哥哥 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哥哥输给了他 就在哥哥投降时 奶奶突然跳出来 手指一根竹条 狠狠地朝 葛建豪背上抽去 一边抽 一边斥责他 竟然让哥哥当土匪 格建豪不服气 据理力争道 是哥哥自己要当的土匪 谁知奶奶根本不听辩解 一边抽 一边念叨 那也是你坏 是你鼓动的哥哥 就连一旁的母亲 也帮着哥哥说话 以后不要乱玩了 妹子要有妹子的样子 那 妹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不论对错 永远地忍让 就是对自己的权利 永远地不争吗 不 格建豪 暗下决心 他不要做这样的妹子 就在哥哥去私塾 上学后不久 格建豪提出 他也要上学 奶奶只当这小孩满嘴 风言风语 妈妈则跟他说 上学是男人的事情 为了获得上学的机会 格建豪使出了 女子的看家本领 一哭 二闹 三上吊 眼看奶奶和妈妈不为所动 他便跪倒在父亲排位前 哭诉自己遭遇的不公 奶奶和妈妈这才让步 允许他跟随哥哥 一起去私塾 电影《霸王别姬》中 有一句话 人这辈子得自己成全自己 人活一世 如果自己都不懂得争取 那又有谁会成全你呢 小时候 争取上学机会的事 奠定了格建豪一生的基调 他后来做成每一件事 靠的都是自己成全自己 尽管 格建豪竭力争取人生的主动权 可他还是没能逃脱 包办婚姻的命运 读了几年书后 奶奶和妈妈觉得够了 要求他放弃学业 回家学习女工 为出嫁做准备 这次 格建豪怎么闹也没用 他只好屈从了大人的安排 16岁那年 他嫁入当地一家富户 丈夫是蔡家的大少爷 蔡荣丰 按照当地婚俗 新娘出嫁要哭 以表达对父母的不舍之情 很多姑娘出嫁时 因为害怕婚后的生活 会借用哭泣来排遣心中的苦闷 但格建豪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他清醒地认识到 哭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对于未来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冷静一待 与格建豪的清醒相比 丈夫蔡荣丰 则显得浑浑噩噩 他沉浸在家世相传的旧梦中 吃喝玩乐 无所事事 他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 也不懂格建豪的内心世界 婚姻初期 格建豪曾尝试和丈夫沟通 劝他不要坐吃山空 换来的却是蔡荣丰 简单粗暴地回复 做好你分内的事 男人的事 少瞎操心 大男子主义的作风 阻绝了格建豪 与他交流的欲望 格建豪转而将精神 寄托到书本上 他一有空 就会到家附近的藏书楼 去读书 书本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 也让他坚定了 使儿女受教育的决心 然而 对于蔡荣丰来说 他更希望儿女 能够成为 自己维持舒适生活的工具 他要儿子蔡荷森 去亲戚家的店铺当学徒 这样就可以省下一笔生活开销 他要女儿蔡畅 去地主家当小妾 这样就可以换回 不菲的彩礼 外面的世界 新旧交替 风云变幻 格建豪不同意蔡荣丰 对儿女的安排 他希望儿女 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想要掌握命运 唯有 寄望于教育 于是 他卖掉了母亲留下的手镯 支持蔡荷森上学 后来又在蔡畅结婚前夕 祝他逃婚 1914年 蔡和森写信给葛建豪 信中提到 长沙新办了一所 女子教员养成所 这所学校是为了培养女教员而设 通过入学考试 就可以入学 而且学善费全免 得知这一消息的葛建豪 犹如长服黑夜中的独行者 终于看见了光明 他不顾蔡荣丰的反对 带上女儿连夜赶往长沙 他坚信自己的命运会因此而改变 原本葛建豪以为 学费是他求学路上的拦路虎 这也是他多年 群寻在家的原因 当得知 女子教员养成所 学杂费全免时 他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 直到自己多年的夙愿 就要成真 然而 等他到达女子教员养成所后 才发现 年龄是比学费 更难逾越的高山 一个驾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考官 看见他后 出言讥讽道 是你要上学 太太你贵庚 葛建豪起初以为 考官只是在了解学生情况 老老实实地回答 四十八 话一出口 考官吃笑一声 不懈地说 你还是回家抱孙子吧 这事若发生在旁人身上 或许就被考官的态度劝退 但葛建豪见考官不收他 就一纸诉状将学校告上了县衙 公堂之上 葛建豪慷慨沉词 诗矿有言 七十读书为丙竹 为母立范 八询社馆 遵宣文 所谓求学 不分男女 有志 不问年龄 县官大人问明情况后 大家赞许 提笔在状子上写下 旗帜可佳四个字 凭这四个字 葛建豪被破格录取 他成为女子教员养成所最老的学生 葛建豪一下子成为鼓励女子求学的典范 被当时的新闻界誉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 不过葛建豪的惊人之举还在继续 一九一九年蔡元培和李时章等人发起留法检学会 计划在五年内组织三千人去法国勤工检学 读书上瘾的葛建豪立即报名 又成为了最老的留学生 这一年葛建豪五十四岁 即使在今天 仍有不少人认为 五十岁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年纪 因而丧失了追求梦想的勇气和信心 而在葛建豪眼里 能够阻挡他的从来不是年龄 只要心火不灭 他就会不断前行 刚到法国时 葛建豪也经历过一段失去信心的时光 他学法语不如年轻的同学快 年轻的同学一天能被二十个法文单词 他被五个都是极限 更沮丧的是 这五个单词到了第二天 就忘得干干净净 痛定思痛 他不再贪图学习的速度 而是更加看重效率 他觉得学习贵精不贵多 五个单词记不住 那他就一天只记一个单词 这样三百六十五天 也能记下三百六十五个单词 采用了这种方法后 单词果然记下了 学习也有了自信心 在基础的积累阶段完成后 葛建豪越学越快 很快就能与年轻的同学比肩而行 突破了语言的大关 他开始选择专业 为了回国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 帮助更多的女性实现经济独立 他决定学习工艺美术 因为这个专业可以与女工技能结合起来 无形插柳柳承音 这个专业为葛建豪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由于他的作品极具中国特色 他的第一幅习作就得到导师赞赏 导师还把它买了下来 后来他的作品经常被导师看中 葛建豪建有市场 就干脆做成食物拿到市面上卖 法国检学会提供的资金有限 很多同学因为没有找到工作 终止了在法国的学业 而葛建豪则凭借着自己的手艺 在法国完成了学业不说 还有余力资助同学 正如吴军所说 最后的赢家不是一开始就跑得快的人 而是为数不多的坚持下来的人 学会了坚持 人生才能按照内心的轨道前行 生活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打造 《村上春树》在 《我的职业是小说》 这本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自己喜欢的时间里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对我而言 这便是自由人的定义 所谓自由 放在普通的人生情境中 就是不给自己设限 去拥抱人生的可能 不要因为性别而压抑自己的个性 不要因为家庭而忘却最初的梦想 不要因为年龄而失去追求的勇气 正如一句话所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限制你 除了你自己 与君共勉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亚男 祝你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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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